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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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在一起的这个男的到底是谁呢 劲爆新闻 你猜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碰到谁了 谁啊 许优 许优 许优就是那个大明星 你认识他呀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他 更尽道的是 他是和一个男的一起来的 而且 他们两个举止非常亲密 应该是传说中的神秘男友 我还拍个照片 你看一下 那 就是他 你认识他呀 你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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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天的小蕾总是不认识啊 从这张照片来看他们俩应该不是情侣 不是情侣 怎么会这么亲密呢 怪不得要把他换掉 太过分了 他是 舍过你吗 他倒是没惹我 我决定了 要干一件大事 怎么办啊 哎呀 别乱来 我怎么乱来了呀 我这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伸张正义的事 娱乐圈的事情太复杂 你是不会懂的 好 不懂 不懂 来 不行 不行 我 我酒精过敏 不能喝酒 那这样 我用柠檬水代酒 必须的 冷吗 嗯 有点 你 你干什么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动手动脚的 我没动脚啊 你 我 我真是斗心了 要不然你别送我了 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嗯 你的手还是凉 得多帮你暖一会儿 嗯 你为什么要送给我这只猪啊 因为你不是杜晓珠吗 啊 谁 谁是猪啊 你说谁呢 不过你放心吧 你就算真的变成猪了 我也不会不要你的 你才是猪呢 你说谁是猪啊 跟你像不像啊 我觉得挺像的 来 轻oline一下表示 尊重一下 嗯 谢谢 来 Op 你不用进去了 在这儿等我 在这儿等我 真没想到 我会到这种地方来看你 小时候 您给我讲神话故事 说有一个夸妇 她总是追着太阳跑 我时常都在想 那说的不就是你吗 一直想见 永远不会输 不会感觉到累 不会支撑不住 没想到 刮府也有倒下的一天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您醒了 来 您喝口水吧 您找特助吗 他太累了 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现在只有我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 你走 就像当初甩手不管雨天一样 走 走 我倒是想走 您把我这血管里您的血抽出来 我马上就走人 爸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病倒了 雨天被一堆麻烦裹着 您跟我较什么劲啊 雨天怎么了 没什么 出了点小岔子 您放心吧 一切我顶着呢 想回雨天了 在外面摔了脚碰了臂了吧 才知道私家的产业好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我在外面 一切都好得很 回雨天我是迫不得已 等您病好了 回了公司 我一定将雨天完毕归照 你就不后悔 雷叔 好点没今天 好 好多了 好 雨天啊 回雨天做事了 真的呀 那太好了 终于完成你的心愿了 哥 雷叔在我这儿 你就放心吧 你们都回吧 我自己的身体 心里有数 不用为我担心 走吧 哥 这 虽说你回去帮雷叔了 那你会不会我不甘心啊 他老了 从前 我只知道坚持自己想要的 到了这个时候了 我才发现 是该为家人放弃些什么 有时候放弃本身 就是得到 好了 先走了一会儿见 好 杜小苏 你那个稿子 哎呀 哎呀 小心点啊 小苏你怎么回事啊 我先走了啊 你那稿子什么时候交啊 哎 你干什么啊 你给我交板是不是 你以为你给那严静静做了采访 你就了不起了是吧 我告诉你 你你你挣了我的工资 你就得跟我干活啊 颜小姐 我想办法替你讨回工资 真的吗 小苏 那我可是太谢谢你了 等我的好消息 嗯 好 雷宇峥呢 请问你有预约吗 我有急事必须要见到他 我问你 雷宇峥在哪儿 雷总今天有个午宴在冰江酒店 江经理 有劳你了 那就麻烦您 帮我们处理这次的业务了 好 一定 再见 雷宇峥 你敢不敢下车接受我的采访 雷总 雷总 谁呀 开车 杜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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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你以为你谁呀 蓝宇峥 我是白武娱乐版的记者杜小苏 我要采访你 你松开 小苏 采访 你想采访我就要配合吗 是你做了亏心事 不敢接受我的采访吧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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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如果现在跟我道歉 或许 我还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该道歉的人是你 严静你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你凭什么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是 请问杜小姐 开车追严静的人是谁 乔庄打扮 费尽心思想要去采访她的人 又是谁 就算她严静静真的是受害者 你敢说 整件事情就没有你 杜小姐的推波助澜 我就奇了怪 你跑过来找我 真的是为了严静静 我说杜小姐 你大可不必这么虚伪 我承认 有些地方是我做错了 可是 可是什么 杜小姐姐你也承认了 为了自己良心好受信 干吗不直接去找严静静 跟她配礼道歉 跑我这儿来 跟我上演出斗鹅冤的戏吗 有意思吗 我再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智弱的人 未必就是弱者 披着高尚外衣去指责别人道德败坏的人 也未必就是善人 上车 走啊 走 胡 beliefs 你好 怎么了 你拎营 menu 你觉得你能捡的吗 你借回吗 可否flanzen 准备养家户口了 交女朋友了 行 先忙着 行 没问题 我先走了 慢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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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道歉的人是你吧 严静你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你怎么可以趁人之位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请问杜小姐 开车追严静的人是谁 乔装打扮费尽心思 想要去采访他的人又是谁 这个世界上 示弱的人未必就是弱者 披着高三外衣去指责 别人道德败坏的人 你未必就是善的吗 我说杜小姐 你大可不必这么虚伪 小苏苏 你现在可是火大了 你知道吗 老莫刚刚把 你拍的许游和雷宇珍的照片 往网络上一发布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你点击量搜搜地往上涨 我看啊 这个网络会因此而瘫痪的 知道谁写的吗 不知道啊 我马上去联系刊发照片的媒体 要求他们公开道歉 我知道谁写的 联系律师 起诉杜小苏 谁 今天在街上拦着我车骂的那个记者 杜小苏 还愣着干吗 不是 雷总 我说 告诉他不太好吧 这样事情越搞越大了 我还没急呢 你慌什么 告诉那个记者 这件事情 我拒绝庭外合计 法庭上见 我拒绝庭外合计 你不拒绝庭外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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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 不是说不让你和雷总对着干吗 怎么 他让你过来找我的 他还想报复我不成 没错 他现在让雨天的律师 洗澡律师函 他要告你诽谤 什么 还凭什么告他 他告我诽谤 他没事吧 我拍的人不是他雷宇峥吗 我拍错了 和许游一起吃饭 我腻腻歪歪的 不是他 徐薇你回去转告雷宇峥 你说这个世界上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别人怕他 我不怕他 是他先翻脸不认人 是他先对不起严静静的 是他先把人家换掉的 我去讨个公道怎么了 我有错吗 我说错什么了吗 不是 等会儿 搞了半天 是被严静静出头了 怪不得雷总那么生气呢 不是 小苏 你就算想打抱不平 你是不是看清楚谁好谁歹才出手啊 他严静静勾搭公司高层 在合同上做文章捞钱 你还不许雷总把他给换了 不是 你这算哪门子道理啊 我 我说是谁 你罗友 敬静呀 咱们这招险棋又走阴沟里去了 这个雷宇峥 我可比你了解多了 他让我倒霉 我就绝不能让他好过 这个杜小苏把稿子一发 让他不痛快 那我这场苦肉计就没白弄 原来你们真的是骗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呀 你对我撤的时候 你问过为什么吗 我们走 他们都说你来了 我还不相信 来 我看看大宝贝 怎么了 来 我看看 看看你怎么 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不舒服 震荣 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没事 没事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呀 震荣 我想辞职了 那你想好辞职以后做什么了吗 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 毕业了以后一时找不到工作 才误打误撞当了娱乐记者 你说 我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正儿八百地当一个设计师啊 当然有了 我们家小组这么棒 肯定有可能的 真的吗 我听说博远还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下 博远 可是人家那么大一个设计公司 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种小喽喽呢 你把简历发我一份 一旦我帮他上忙呢 你认识博远的人呢 嗯 不认识 不过多一个人帮你发简历总是好的嘛 我们要逛撒网 才能捞着博远这条大鱼 不认识博远 我要是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呀 我养你啊 好啊你说的你养我啊 我说的 包小教 小缩啊 这回干得特别棒啊 给你点个赞 怎么 着急领奖金啊 辞职报告 千千少啊 怪我没给你劈价 那你这是抽的哪一门子疯啊 我想做一名建筑设计师 那跟你不合适 你看啊 你不能随随便便 这段时间多谢您的照顾 谢谢 不是 不是 这个 再也不用跑新闻了 你说 我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转而八百地当一个设计师啊 雷先生 看样子雷总有客人啊 雷先生 这个女孩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呢 雷总 那我们先走了 先走了 雷总 雷先生 那我先进去了 雷先生 我要跟你说两句话 我不是说了不想见你们 你为什么还不走 上次的事情对不起 是我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自己乱做文章 对不起 杜小姐 你上次拦在我的车前 就为严谨你说话 我还以为杜小姐 是一个多么有原则的人 现在眼看要吃官司了 立马变了负面裤 你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你以为我来跟你道歉 是因为我害怕你找我麻烦 难道不是吗 这大晚上的 你在这儿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你不会告诉我 你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吧 那也未免太可笑了 雷先生 我来道歉 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做错了事情 我才知道 您换掉严谨谨谨 是由您自己的理由和原因的 是我太天真被她利用了 不过你道歉我就得接受我 杜小姐 你哪儿来的自信 照你这个理 杀人犯杀个人 道歉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杜小姐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有钱人就是矫情 出去等你 哥 哥 你看 这是我一朋友 他是学建筑的 最近找工作呢 我听说 雨天下面的博远 不是在招人吗 你给个应聘的机会呗 我听说 能让邵医生开口求人的人 恐怕 没有那么简单吧 是那个女孩吧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是我们俩在一起还没多久呢 没多长时间 就开始为别人找工作了 看来他半迷得不轻嘛 别这么说小苏 人挺好的 挺单纯一姑娘 单纯 单纯也许只是她的表象吧 专制你这种 头脑发热的傻小子 把不起哪一天啊 你就被这个单纯的姑娘 给涮了 哥 你这是对女人有偏见啊 你不能因为你周围 都是一些阴阴厌厌的 就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吧 帮不帮 我们抽到上车了 监力留给我 我去跟薄言打个招呼 谢谢解哥 我交结婚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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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说 宁总 你也来找雷总啊 是雷总找我 要不然我哪有机会 往他办公室跑啊 雷总 怎么了 你们博远招人 也要通过雷总吗 这也不是我招的 是上面安排到博远的 林副总你也知道 这种事我们照办就行了 犯不着都管闲事 是上面安排到博远的 喂 你好 你好 是王老师吗 你好 你好 我是您的学生林向远 您还记得吗 喂 王老师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有个事我想麻烦您一下 您还记得我那个同学 杜晓苏吗 停 停 等一下 等一下 笑一下 我看 我看你拍的 你看 胖死了 丑死了我 删掉 不要 我以后会把这些照片 一张一张写出来 然后贴在墙上 你想想看 多有意义 多有爱啊 少使自出 给您米其林一般的享受 真的很好吃 什么事啊 超准容 不行 我得先下手围墙 要不然以后你被别人抢掉了 我肯定会后悔死的 要不然这样 我嫁给你好不好 好啊 那你答应喽 你说你要娶我的哦 以后 上我这人 我们就归杜晓苏所有 好啊 邵振荣 你说怎么办呀 你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都快比我爸妈 对我还要好了 我真的很害怕 有人会嫉妒我 那就别离开我呀 好不好 等一下 喂 你好 真的 真的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明天见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被博远录取了 真的 我被录取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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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来 奖励卡 爸爸 如果要不是因为这个头条 我还没有想清楚 自己真正要做什么 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做一名建筑设计师 杜晓苏 加油 你过来 帮我把门开一下 你好 您好 请问有办理莱克登记吗 你新来的吧 这个 快不得呢 我是来找你们雷总的 我姓蒋 不好意思 蒋小姐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来访者必须要办莱克登记的 登记 你去你们董密办公室 打个电话问一下 我蒋凡绿来雨天需不需要登记 可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无论谁想见雷总 都必须得先登记 你的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了 还不错 跟我们柏远的设计理念很接近 谢谢 你跳槽的理由我也可以理解 但理解归理解 能不能真正 在我们建筑设计行业站稳脚跟 谁都不敢给你打跑票 目前我们柏远 只能给你实习生的岗位 至于能不能转正 要看你的努力程度 我明白 这样子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我会好好做的 那行 下周一一 就直接过来上班吧 好 谢谢林总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 你说 我只不过是投了一份简历而已 而且你们都没有真正地对我面试 为什么会录用我呢 我相信我并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杜小姐 难道我们刚才的谈话不算面试吗 我们柏远是个兼容并济的公司 不会因为经验和学历 去卡掉那些有志向的人 所以你要努力哦 好的 我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 那我先回去了 杰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位是江东的女儿 林雨珍的朋友 一场误会 开门 林向远 不是我说你 你让我跟一个前台哥那亮半天 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呢 林向远 你磨蹭什么呢 林向远 你进不进来啊 你再不进来我关门了 你再有一点 走 雷老 我看呀您儿子每天都来看您 真孝顺 您的心里肯定可乐可知足了吧 知足知足 现在想想啊 人哪 不服老不行啊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那你们俩慢慢聊 我先走了 谢谢啊 你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说 我好得很 你不用天天来看我 那感情好啊 反正啊 宇天一堆事情等着您呢 您既然病好了 就赶紧回公司 我好交差 坐任 你小子 在这儿等着拿话读我呢 我告诉你 我只要一天不出院 你就乖乖地给我好好待着 李蒋叔 在高尔福球场等你呢 爸 恐怕约我打球是假 想跟你谈项目是真的吗 那项目我可听说了 蒋叔突然莫名其妙地 把这个项目推给我们 本身就很奇怪嘛 你这意思 是我老糊涂了 好事坏事都分不清了 爸 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这么定了 我跟你蒋叔 不 协议都已经签了 你呀 就好好执行吧 好球 翔总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咱们这个项目啊 于天肯定紧 老雷都答应了 小雷还能怎么样 他雷玉正是精明 是能干 可是要他跟老子作对 我看他还不敢 按理来说 雷霆不应该同意啊 他怎么就点头了呢 雷玉正 雷玉正 他老了 雷玉正来了 李正 迟到了啊 蒋叔 好 我介绍一下啊 林向远 我的助手 很努力的一个年轻人 雷总 您好 谢谢 真好 好 蓝玉最武器 孤雷 灯 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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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少时间 多少纠缠 那年 那天 再重复一遍 还有谁会彻夜难免 我们之间 还要经过多少时间 多少纠缠 你的爱失落在枯温 灵魂的泪滴 绽放出最悲伤的美丽 失眠在你黑色漩涡的那双眼睛 能坠落将来 不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